这个男孩每天放学前都要将头发打湿 这样母亲就会认为他是在游泳馆努力训练 但实际上男孩根本没有来学游泳 而是带着教练来到了网吧打游戏 其实母亲让他学游泳是借钱让他学的 目的就是为了儿子以后能有出息 没想到赶鸭子上架 结果却适得其反 直到有一天男孩看着游泳冠军买回来的最新款耳机 他的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他也想买一个 看着对方得意洋洋的炫耀 男孩找到教练说自己也想成为游泳冠军 没想到教练却认为他是痴心妄想让他别白日做梦了 结果正是因为这句埋态的话 男孩下定了决心要证明自己 晚上男孩来到泳池进行了游泳训练 教练看到男孩在水底畅游的一幕后目瞪口呆 从此刻起他决定试着带带他 晚上教练下班后向小帅打去了电话 接着带着小帅来到了比赛用的游泳场地 没想到教练对他毫不客气 一直让他在水底游到了天亮 其实小帅已经累得没有了力气 但教练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让他回到水里继续游 但事后教练又带着小帅吃了一顿好吃的 教练解释道要想成为游泳冠军 必须要比别人吃双倍的苦这样才会进入 小帅并没有说话 而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中 回家后弟弟看着哥哥身上有伤 急忙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晚上母亲趁着夜深人静溜进了儿子的房间 看着儿子背上的伤 母亲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因为他认为棍棒下的教育 肯定能让儿子成为游泳冠军 没想到之后的日子教练 却对小帅更加的严厉 这个男孩被教练逼着拼命奔跑 因为只有肺活量增加 他才有可能成为游泳冠军 如果男孩想要停止训练换来的 则是一顿毒打 面对着教练的楚楚逼人 小帅并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但随着压力越来越大 他的内心却渐渐地压抑起来 这天游泳时 他故意地游到了泳池中间 躲进了水里不敢爬上来 因为他知道只要上去 就免不了一顿毒打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很快就迎来了小帅 进行游泳比赛的日子 母亲还特意来到佛像面前 祈祷儿子能考好名次 随着比赛前的号角声吹响 小帅憋足了一股劲的拼命向前游去 尽管小帅已经很努力向前游了 但最后他还是晚了一秒钟 拿下了一个第二名 回家后一家人开心地 为小帅庆祝干杯 结果弟弟的一番话却打破了一切 听到这里父亲瞬间意识到 原来儿子取得比赛名次是打出来的 随后父亲立即把小帅叫到了房间 看着儿子腿上的淤伤 父亲被气得瞬间火冒三丈 说什么都要去找教练算账 但这一行为却被妻子阻止了 妻子认为男子汉受点伤没有关系的 但丈夫却不这么认为 说什么都要去找教练理论 晚上趁着教练下班 父亲提前埋伏在了教练的电动车前 本以为他会教训一下这个教练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杆现金出来 希望教练以后别再打而责 教练见到前后立即答应下来 本以为这件事后教练的行为会有所改变 殊不知他根本没有将这些钱看在眼里 仍一如往常的用自己的方式训练他 这个男孩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就在大街上拼命奔跑 因为游泳教练刚才拿着棍子朝他走了过来 为了不挨打他赶紧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 找到了父亲 看到父亲的那一刻 小帅将所有的委屈全都哭了出来 最后告诉父亲他不想游泳了 父亲并没有说话 而是将他带回了家让他冷静冷静 没想到母亲得知小帅训练逃跑后 情绪突然变得失控起来 眼看着妻子的情绪逐渐不可收拾 父亲急忙将他拉到了楼下 看着父母在楼下不停地争吵 小帅最终还是流出了不争气的泪水 自从这件事后 小帅开始变得郁郁寡欢 不再和父母说话 没想到妻子此时仍然不肯让儿子放弃 他找到教练祈求他能说服儿子 可教练对小帅已经失去了信心 见到教练也不肯帮助儿子 妻子只好将精力放在了小儿子身上 为了帮助小儿子将成绩提高上去 母亲专门为他请来了私教老师 可每天被人逼着学习 小儿子也开始厌烦起来 自从小帅那次从游泳馆逃跑后 他的脾气也长了起来 每次弟弟不肯学习 他都会将愤怒发泄到他的身上 可即使是这样 他也没有感觉到快乐 这天晚上趁着夜深人进食 小帅悄悄溜进了当初的那个游泳馆里面 尽情地释放起了内心的愤怒 并将泳池里的设施全都弄乱 殊不知这一幕却被值班保安给发现了 好在保安并没有生气 而是叫来了母亲将他接走 没想到小帅接下来的一番话 彻底地让母亲绷不住了 次日一大早小帅便找到了教练 请求他能继续对他展开训练 没想到教练却没答应他 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将他打人的事情曝光 他以后再也当不了教练了 听到这里小帅心里十分愧疚 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拿一个第一名证明自己 之后的日子 小帅每天都在游泳馆里努力训练 等到游泳比赛的这天 他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顺利地拿下了游泳冠军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龙成鳌 但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能亚苗助长 因为亚苗助长可能会适得其反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